圣斗士兴使终于出了真人版 在这里他不仅会单挑萨图恩 还见到了消失一久的众神之手 宙斯 故事发生在未来的平行世界 兴使巫人组在打败了教皇萨加和哈迪斯之后 地球上又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食神萨图恩 萨图恩为了消灭人类 直接在土星上建造了一座宫殿 当成临时的住宿 而在地球上 得知此要写的雅典娜 也率领着一群圣斗士向神明发起的挑战 但作为时间之神 永结不灭的存在 萨图恩值少用力 就冻结了雅典娜和他的所有手下 这神明之威 当真是恐怖如斯 与此同时 双方的战斗 惊醒了还在养伤中的兴使 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感应不到雅典娜的存在 惊慌之余 他连忙换来了圣衣箱 徒手穿起了天马座青铜圣衣 作为地球上仅存的圣斗士 他要为死去的伙伴报仇 然而面对兴使的挑衅 萨图恩却根本不想动手 因为对手实在是太弱了 但兴使偏不信邪 马上一朝萨图恩使出了自己的绝招 天马流星拳 危机关头 一个身披黄金神医的男人出现 他就是雅典娜的父亲 宙斯 消失一久的宙斯突然出现 他到底去了哪里 而面对眼前的强敌 他又能否打败萨图恩 化解这场危机呢 下期节目预告 兴使对战卡西尤士 获得天马座青铜圣衣 兴使化身游侠骑士 打倒抢击犯 拯救小女孩 以及兴使缺心隐藏力量 保护转世的女神 雅典娜